参加水路法会能够随闻入关 随闻发愿 供养一切众生 自立利他功德增长 参加水路法会最重要的是要有诚心愿心 升起大慈悲心 发愿去帮助超度法界一切众生 才能自立利他功德增长 如果按照八天七 你全程的去跟着这个水路的科医去完成 并且随闻入关 把每一个句话都能够好好地理解他的意思 并且随闻发心 就可以知道水路是一个上从佛道 下到地狱到众生 每一道众生我们都以最恭敬的心 最平等的心去供养他的过程 我们供养一切的众生 其实也是供养我们自己有缘的众生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冤亲在主 我觉得用这个平等心的社供 跟用这个一样到八天七夜 能够沉淀下来的这个专注力 跟这个虔诚的心 我自己的感应是觉得非常的殊胜 尤其是现代人生活非常的繁忙 真正能够八天七夜 放下万元专注一件事情 那个感应跟那个涉受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ACC站在新版希尔顿酒店 举办台湾万元水路法会 现场十分庄严隆重 在法会中 将每天诵经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所祈福的 亲友和超度的亡灵 同瞻法喜 共振菩提 史房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北采访报道